我想問葉仁智 剛開錄前我們有聊過嘛 對不對 你好像越越遇事要幫徐小新辯護 是不是 我跟你講 但是我們打勾勾 你辯護前 先公佈一個密件 然後像徐小新一樣 我允許你用這個CM的條 把它貼起來 全貼 全貼 就讓你貼 貼兩層好不好 貼兩層 好不好 你先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放在臉書上 我們節目幫你討論一天 你再來辯護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個密件到底是什麼樣 我尊重法律 因為外交部也去提告了 然後很多律師說可能有問題 但是徐小新自己信心滿滿的 他認為絕對沒有問題 那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我 你上節目通告被跟我講 你不知道 要有立場 我不是把關 但我跟你講 我覺得外交部有件事非常奇怪 就是說 昨天如果這個事情是機密 是不可以講的事情的話 徐小新第一時間公布 馬上就要去阻止 馬上就要叫所有節目不能討論 你說誤住他嘴巴 然後把他拖走 沒有 假設這個是一個非常機密 不能讓人家知道的事情 外交部應該要很強硬 我同意 就是說 誰在傳我就告誰 我同意 我同意 這個坦白講 也沒有機密到 一點點就會死人 否則不會寄給113個議員 對不對 然後不會有那種牛皮紙袋 中間被人家撕掉 不見都不知道 我同意他沒有這麼密 可是他沒這麼密還是密啊 他上面寫這麼大 欸 他 月子 看一下 他上面寫這麼大一個密 他沒那麼密還是密啊 後面還有兩個 後面還有齊鳳章 不能拆開來啦 然後我帶一下 齊鳳章對不對 沒這麼密還是密啊 對啦 投一塊錢是投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法律認 因為余孝清也有他自己的說法嘛 第一個他的說法是說他有貼 第二個說法是說 他說那是因為外交部已經把他講出來了 所以他就公布 那你敢不敢也貼一個 我等我下次要公布的時候 我再貼好不好 莊維兄委員 你也是立法委員 你在立法院也看了很久 巧欣這個下面啊 我認為啦 有兩個非常不尋常之處 第一個 大陣仗 對不對 這是外交部的調法師的副司長嘛 對不對 這麼的大陣仗 而且吳釗憲一早還受專訪 行政體系會這麼大陣仗的 反撲一個立法委員 表示在法律上真的踩掉一個 非常嚴重的紅線叫做泄密 另外一個不尋常的事情是 許曉鮮的事情講這麼久 其實他還是有個同溫層 對不對 藍軍厚厚的同溫層在保護他 可是當許曉鮮的泄密案一出來之後 波基受不了 對不對 波基直接說這一條被關的機會實在太大黃陽明 對不對 所以委員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鬧大了 這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看今天那個外交部的調法師 就是條約跟法律的副司長 他今天到北檢去暗宁申告許曉鮮的時候 你看他講話的一個口氣 結結巴巴 其實有點像檢察官的語氣 那當然是有一點他有一點就比較拘束了一點 對 但可以看得出來這件事情外交部是非常慎重 你把它想想看 在立法院裡面113位委員 包括我們葉原支部葉原 我們動不動就會收到這個 等一下 你竟然帶了一個蜜件出來 這麼大的蜜 不要不要不要 裡面是空的 裡面是空的 空的 空的 裡面是空的 嚇死我還以為要挖眼睛 清朝偷看公文 要挖眼睛 113位委員常常會收到這樣子 對 然後外面有一個蜜字 那這個密件的密件的文件 機密文件 就立法委員本身可以看 那每一份文件裡面 那個流水號都不一樣 譬如說葉原支哪一天不小心掉在走廊裡面 我把它撿起來 不用擔心 這份文件到底是誰掉的 葉原支有它的編號 每一個人都有它的編號 它的編號可能就是YA6000 這我不知道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文件裡面 時常都有 國家跟國家之間 我們跟 社外的時候 跟一個國家簽訂了一個備忘錄 那你本來就要備查 送到立法院來備查 那你要編列預算 你那個預算完了以後 你要來解釋 對 那這一些 行之有年 我從第八 第九 第十 到現在第十一屆 這世界立委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行政部門官員 去控告國務議員 這是很罕見的 這個統大 為什麼說統大 而且就算告我請律師告就好 我調法師的副司長自己來告 表示這條紅線是絕對不能踩的 這不是單純的一個違背法令 說洩密的一個問題 最重要就是說外交人員 我們跟全世界各國 我們在整個國際上 我們外交很大的一困境 大家都知道 你看看剛賴司法的回應說 你看啊 你斷交那麼多個國家都自己都不知道檢討 不知此路 是兩回事 老共來打壓我們 我們斷交啦 很多國家跟我們斷交啦 所以我們的國會議員 國民黨就可以倒出可以洩密 這個是什麼話嘛 但是呢 外交部這次真正憤怒的是說 我們跟那麼多國家有實質上的一個關係 我們要援助烏克蘭 烏克蘭今天這麼多民主陣營的國家 大家一起在幫助他 你看歐盟投下多少錢 你看美國日本投下多少錢 在那裡跟他們幫助 烏克蘭抵抗俄羅斯 結果呢 我們好不容易去結合這些國家 不管是立陶宛或者捷克 我們說好 那我用一個明目 就是我提升你的醫療的一個能量 你總是在戰爭嘛 需要很多醫療嘛 那我來幫助你一千萬美金 但是呢 你這一些呢 一財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像我台灣國內 像我們購買 那本來在國際上是一雙美式 加強各國之間的一個 外交上的一個往來 又可以跟民主國家 站在同一陣線 結果我們的國會議員 他有看到了 你注意把他看喔 這都是B案喔 你在開什麼玩笑嘛 你看哪有一個人 一直每個每一天 就開不同的一個戰場 目的是要幹什麼 大家很清楚嘛 轉移焦點 當然要把這個焦點 給轉移掉了 結果他現在講說 身上沒有傷痕的 不是將軍 我在想到這個 沒有傷痕的不是將軍 我沒有 我沒有 黑道才有 流氓才有好不好 我沒有 那如果去設案 去坐牢回來 那開什麼玩笑 就可以當總召了 大伯 所以啊 我會覺得這種講法 不是只有民眾 沒有辦法接受 連這麼保守的行政官員 都跳出來 到地監署暗鈴 跟你這樣子對幹 你說你說許小金 你這個怎麼去 依托自己 他現在講法是說 已經泄密完了 就不叫機密 嘿 李正浩 我找你去 我們隔壁去偷芒果 你先偷一顆 然後我後面把整顆 全部都偷完 說已經偷過了芒果 就不叫小偷 第一顆是李正浩偷的 所以後面全部都不是偷芒果 什麼話嘛 他我可以教教他 他應該跟法官講 法官 都是我看了李正浩的節目以後 我想跟他演藝場 以前那是我的好朋友 我第一次當立委 不小心 我不是故意的 你說可以求情 兩年以下 兩年以下 不然就是七年以下 這個太重了吧 國家機密保護法 就是這樣的規定 外交部這次客氣了 外交部現在告發他的內容 是用洩漏國防以外的一個秘密 他不是用國家機密保護法 好 那這個問題我想問陳佑馨律師 因為重要是這樣 因為法條有很多 對不對 今天外交部告的是什麼呢 公務人員洩漏或交付 國防以外的秘密之文書 判多少呢 一年以下有期突襲 對不對 可是習近平也有去告 國防的話就是一年到七年 對不對 所以我想問陳律師 徐曉馨就捅到馬蜂窩 很少洩密洩的這麼明確 要不被判刑都難啊 徐曉馨他涉犯的法條 其實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個 所以其實我也蠻意外 就是說扣除掉外交部分呢 他還有兩個嚴重的問題 我們先談一個 比較簡單來談的 就是說我是立法委員 我看到了 我就可以拿出來嗎 拜託一下 在怎麼新科立委 有一個法條叫做 立法委員行違法 的第十條就規定 立法委員得知的機密 是不得外洩的 所以他犯的第一條 就是立法委員行違法 第十條 對你連自己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該遵守的法律 你都沒有去好好了解 你以為你看了以後 你就什麼都可以講 我不知道這是純心裝傻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密歡都是這樣 亂咬一通的話 那這個密歡 可能智商不是很高 是 我是覺得這樣也不妥當 16年列為聯合國 列為兵離危險動物 因為密歡常常把自己搞死 所以他才會兵離危險 這個就很莫名其妙 就是我認為立法委員 還是要尊重自己的身份跟職權 你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你要先搞清楚 怎麼會說出那種話 說我看到接下來就不是機密 他就可以講 這個是無知 無知到幾點 那麼我們來講 他的這個泄密行為 有好幾個嚴重的法條 第一個國家安全法 對 國家安全法呢 第二條第二款裡面就規範了 這種在國防以外的這種秘密的洩漏 對 如果違反 是要處一年到七年的有期突擊 國家安全法 這個還可以併科一千萬罰金 另外一個重罪是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三十二條 是 一樣一年到七年的重罪 對 那如果以刑法來講的話 一百零九條的第一項 就如果認為跟國防有關的話 這個是一年到七年沒有錯 但是因為刑法裡面跟國防以外的話 就真的比較輕了 就是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是三年以下有期突擊 我懂了 因為今天是外交部去告 外交部如果告 與國防相關的泄密罪的話 等於是外交部承認 這個案子跟烏克蘭戰爭有關係 所以外交部不得不去告所謂的 與國防以外秘密 處三年以下有期突擊 可是外交部如果真的要下重手 我剛剛提到的國家機密保護法 我剛剛提到的國家安全法 都沒有說限於國法 可是這些激進黨都有告 所以只要有人提告 當然外交部雖然提告的是刑法一百三十二條 可是他不會拘束檢察官 對 檢察官如果看了以後認為說 你這個不只一百三十二條的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這些法條 檢察官自己也可以用他認為正確的法條 來辦這個案子 那因為如果一年以上的話 會什麼問題呢 最少派一年 最少派一年 那就一定要進去坐牢 而且不能緩新 對 一定要進去坐牢 那他又因為這個行為 他如果要用立法委員的身份免責 我們剛剛是不是提醒他了 立法委員行為法 他違反了 對 所以他這時候 還能不能用他立法委員的身份 來主張免責 我覺得就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我看 而且他泄密的地方 他可能用直播什麼 這個的話 也不在這個立法院場域之內 對 所以我想 這一件他 雖然我想 徐曉星到目前為止 他不管犯了什麼錯 他都是講話越大聲 對 犯的錯越多 他講話越大聲 犯了A錯 趕快拿B出來講 B又被挖到有問題 他再拿C出來講 因為他都沒有深入的去思考他的整體布局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事件都看得出來 他就是跨俗版俗一款人 對 根本沒有在好好思考 他怎麼樣整體的脫身 他也許是一個很有聲量的網紅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政治人物 因為他不夠深謀遠慮 對 他看得不夠遠 連救自己都不懂 一直拿更嚴重的問題出來害自己 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立法委員 我覺得也是我們台灣人的悲哀